中国国台湾在选择出发台独的意见 只要提供台湾加级跟主管国家参加的国际做事 也是对外观方来用就是环境分离国家多 美国AIT就随着这样说 AIT的新闻又说美台湾在台北区间称之会议 讨论台湾的国籍参加 向后占对安装扩大台湾的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籍议团 有意义的参加在讨论 美国方便说美国当局以来对台湾有意义参加国籍组织 都是很支持 对于任何协助台湾以主权国家身份来加入国际组织 做有意义的参与的行为 都认为是他的犯罪的打击对象 我想美国是一个目前非常重要的国际上最有实力的国家 那么他的国务院的副助亲发表了这样的谈话 当然是针锋将对 当然是打脸中国 其实台北办这中间做会议 就是国台办法部出发台独意见的一天 是刚好还是中空比提前扎 这个会议我们也不知道 美国特别派两个国务院附组轻来台湾 除了讨论怎样跟台北合作 原来特别向自台的北国外交官署名 连国自清澳北合国家没侵涉台湾 甚至只要来台没说到都能够来做 无论去对台湾的发电设下很多 所以美国国务院同时派出两位副助亲来到台湾 这已经是比较罕见的动作 以及台湾在各非邦交国之间的外交合作 怎么样进行 可以说是相当新的消息 可以说是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在建构法理基础 中国不爱让台湾有更多发电 这次台北共作会议 相平的一个合作有外交的配合 更是让台湾外交空间更加看 民視新闻台北报道 国家政策的新闻 请下载Apple来看民視新闻吧